今天,网传玉古瑶定道0821登上了微博热搜,起因是一位微博娱乐博主,信誓淡淡地说玉古瑶0821会播的,否则他就退网,然后,看他赌注这么大,就有一部分粉丝相信了,跟着期待起来,然后,这位博主的话,就上了热搜。 对于这个热搜,大多数网友都是不太相信的,因为从6月27号腾讯视频说了玉古瑶暑假档腾讯视频全网独播之后,这几个月里玉古瑶已经被传了好多次荡期了,之前说6月底,又说7月中,又说7月底,后来说8月初,又说8月中,总之传一个日期,到了日期假一个。 然而,依然有继续传新的日期的,无论是瓜主还是粉丝频频乐此不疲,一个原因是因为玉古瑶频频上热搜,让人觉得这部剧似乎在预热,准备播了,所以,他才能一次又一次地溜到网友相信吧。 今天下午,玉古瑶剧方终于公开辟谣了,非剧大号,乃是新建了一个九一山教导出账号,发文,及时未定,校门仍必,借焦躁,待万事俱备,必通达各处,盛大招生,望心意传递,花开有时,瑶柱安好,闻皱皱的语调,古偶剧独一份的文化人宣发团队,引起网友关注的是,这个账号,被玉古瑶剧方微博关注了。 那么,几乎可以认为,这个号就算是玉古瑶剧方小号了,被溜了接近一个暑假档,来了一句,及时未定,咋说呢,之前都是肖战方辟谣,这一次,好歹剧方剑号发言了吧,余生请多指教狼来了太多回,最后也是空降,倒是希望玉古瑶可以好好宣发,其实,肖战主演的剧很难会扑吧,即使是拖了多年最后空降全集的狼殿下,各方面数据,热度,播放量也都不错, 余生请多指教亦然,所以其实无论什么档期播出,都是最低热播了,如果质量过硬,爆款也是可能的,因此,粉丝也就随缘了,好饭不怕晚,静待剧方官宣就好,你怎么看待呢?欢迎品评哦! 请不吝点赞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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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